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 炭爛韭菜友是NoRed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36分 那我們就來錄製金的第二部影片 然後如果說想看關於大盤分析的話呢 就去看第一部影片吧 那我們就來看從這個合一到金居 金居就是這個我們剛剛上一部影片講的一個新聞的這個太空店 就是同一個族群啊,CCL 不過金居之前有漲一波蠻高的一個漲勢 所以說接下來會輪容,我們待會自己來看圖 我們這邊就先來講這個合一 合一真的很紅喔 之前在這個PTT 對,PTT版好像有人真的是追買到400多塊的這個合一吧 然後他就說呢,他就發一篇文說 我現在的資金呢,也不夠向下一直猛烈一階 他說我還寧願你直接腰斬再腰斬 然後可能到達多少之類的,然後去買 買了之後,比如說他買425喔 還是買了嘴巴,光潔 425,然後 掉到不知道多少 然後他說他那時候應該會有錢 然後再去買一張 之後平均價可能可能就是在 如果在300多或是200多 我不知道他講的價格有多少 那我不曉得他現在有沒有安全下裝 因為這邊 基本上如果說你真的是 很幸運買在這個高點 然後 買在這個低點 應該說很幸運買在這個低點的話 那你拉上來這邊 基本上應該是能夠賣掉 我不要有一個貪氣的動作的話 應該是能夠賣掉 所以之前還有在看這個PTT的時候 OK,那看一下 那他目前的這個看法 我來講一下 可以看到他們之前呢 這個走勢啦 我之前的走勢呢 是在這個低點 跟這個低點看起來很爽 然後這邊低點也很爽 然後呢 再看一下最近的這一波長勢的話 我會覺得說 這邊是 並沒有在看我 這個黃色這個線 所以理論上是 全刪 全部刪掉就好了 全部呢 這全部刪掉 因為基本上 沒有在看的話就是 已經改變了 這個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 會很常發生 所以 可以發現說 假設我把這個 支撐點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變成說 這個地方才是一個假突破 這兩根 然後這邊突破上去 然後飛飛飛飛飛上去 那目前這個地方就是 可以發現 今天是 禮拜五突破 然後今天是 有點回撤的一個動作 所以 你對這場有興趣的人 我個人是覺得 就看自己吧 如果說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目前這裡 確實是一個短W 短W 畫得漂亮一點 這樣子 那你有興趣的人呢 要嘛 你覺得這邊 已經指吻了嘛 今天 稍微下來指吻 那你要嘛的話 你就是直接去考慮 這一根低點 往下大概抓來兩檔 三檔 不要只抓一檔 兩檔三檔呢 去當停損價格 然後呢 可能未來是有機會拉出去 拉到這個Level 或甚至是這個Level 或是說甚至是更高 我們不曉得到底多少 反正呢 目前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用大概2.5 2.5 3%的金額去換 去換上面的一個利潤 那目前是有這個潛在機會 那大家自己考慮看看吧 那再來的話第一種是這樣子 第一種是直接去考慮 然後抓好停損 那第二種是跌破 跌破它前提點 再抽回來的話 這樣子 破底翻 應該是能夠去理解 喔咧 那看一下這個安晴的部分 對 那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呢 對於這一整張 這一個空間裡面的 這一個地方 其實就是破底翻了 那我們在等待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 破底翻的破底翻 大家懂得意思嗎 那破底翻的破底翻的 上場距離高嗎 應該是蠻高的 但是 這邊已經形成一次破底翻 代表是說 其實 這邊全數被套牢的人 有可能在這地方 就已經把股票給賣光光了 然後呢 這地方才正式去啟動嘛 也是說 也就是說 正式啟動 應該說 就蠻容易 像週五就越過去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大致上都會直接等待 像槍的指紋 我就會比較有興趣 那一樣 我還是會用 還是會把揮損這個地方 給算進去 就是 停損還是得做好 我個人的感受就是這樣 對於這一欄裡面這邊 這個空間呢 這個空間裡面 這邊是破底翻 那這樣有講過嗎 破底翻一旦形成 其實是蠻容易有一波拉漲 他讓我沒說他一定會拉漲上去 還是 不會拉漲上去 這個我們沒辦法得知嘛 所以目前的槍法是這樣 喔 看下一檔 3479 我這檔很久沒有看了 他算是在 高檔吧 OK看一下吧 來看一下 之前呢 抓的這個壓力 應該說這樣子的話 抓的壓力是在這個 大概 214左右吧 那214呢 這邊就有一根很漂亮的 這個往下去插 5月26號往下去插 那所以說 5月26號的低點 121當作停損的話 那 這邊自己再去做考慮吧 大概上次 往下抓大概3%吧 大概3% 如果跌破這一根的話 代表說 這邊就會結束 然後這邊看起來 目前是呈現這樣受壓的 所以 或許 他真的守住了 明天 或後天 這個K棒走出來應該就有行情 會轉折了 所以說很快轉折 要嘛成功就拉上去 成功就拉上去嘛 那失敗呢 應該就會轉折 破底 破這邊 那假設如果是我的話 也是會考慮在這地方去做 做進場 因為這邊就是一個已經指紋 然後又一個這樣破底 但 全部都要去把停損射好 因為我們沒辦法知道他未來會如何 那還是要講一下市場上有些人是不喜歡做這樣的一個格局 但我個人就 會覺得說 這邊有一些指紋 然後應該說停損點很明確 停損點明確 停損點 然後 轉折 明確 我們當然就可以去考慮嘛 那當然是 前面你有去 前面你有抓到潛衡 我覺得再去做考慮 如果是前面沒有抓到潛衡 這個地方就算了吧 因為 他還是算是受到一些壓力 反而是 上去再下來的這個 下來的這個點 比較適合 那一樣 停損點你還是要抓這裡 你還是要抓這裡 這邊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是突破 滑星光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啦 然後我們群組裡面 自己那時候看這個支撐壓力的時候 是有做進場 所以他們是看這邊這一個 之前我們這有丟進去 我丟進去一次 然後這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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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這裡來 然後這邊呢 一模一樣的支撐 一模一樣的破底翻 又拉回到這個地方 又拉拉拉拉拉拉到這裡 然後 在昨天看起來是爆大量下殺啦 那我不曉得今天的這一根到底是怎麼樣 閃銷 喔 在禮拜五的話是 在開盤的時候有些壓力 然後馬上就被打上去 就是有一個力道往上走 然後今天這個力道是 也是開平 然後往上走當然是被打下來 目前如果以五分可以看的話 當然是這裡有一層 有一層支撐啦 就是4.5 但我應該不會去看這一層 我應該 理論上我應該會看 掉下來的 這個區域 看有沒有 在哪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插針 在這地方插針 或是說在 我看得懂 目前我個人覺得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那 價格的部分 會沒有辦法說他 到底是不是 像昨天 上週五這根確實就 蠻像出貨OK的 我覺得這根就蠻像出貨OK的 因為你看喔 他的量呢 自己看吧 從這一根開始吧 這一根比較大 那如果說從這個地方 的這一波 這一波往上算 或這一波啦 這一波往上算的話 他也是一個巨大的量 所以應該在昨天 週五這一根應該是 蠻大被出貨的 那接下來我不曉得行情會怎麼走 反正也是等待會回來 然後支撐確認一點 再研究看看吧 那看一下 大雅 大雅的話就 沒什麼話好說的吧 反正就是一個大突破啦 那這個 也真的沒什麼好說 而且是突破到一個 波段的新高 應該不是說波段 應該是歷史新高點 他從今都沒有這麼高過啦 曾經最高那時候是在這個地方吧 我記得那時候那段行情 還記得了 我就是那時候不斷在催他的這個營收超級厲害 然後我朋友呢 朋友的女朋友也買很多啦 然後後面不知道有沒有賺錢 應該是有賺錢 然後真的是買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是一個 隨便買隨便賺的一個行情吧 在2020年跟2021年的時候 那現在創了歷史新高點 一定是好事啊 然後今天檔停辦 所以之前在這邊做金茶 就是 之前這邊是丟進去貨員個股嗎 我們再放一下 那這檔我也有買啦 那時候這一根 跟這檔跟那個電影投空在做 做考慮的時候就選擇他 因為他是比較低一點 他拉出去了 所以說目前是一樣回撤到這裡 那這個壓力點我沒辦法去算 或者是說 如果說 從地方開始算 往上抓10% 如果說明天開盤 開在這個附近 三五多 這邊是10% 從這個支撐開始往上算10% 有的話就先慢一點 或者是說 你覺得說 我不缺 我不缺這一筆單的這個獲利 那你就是沿著五字軍線去做操作 我如果說 他在這邊卡卡卡 那炎之五字軍線的話 或許能夠再拉上去 司機20%也說不定 對 所以這個全部都看自己 只贏的部分了齁 好 那看一下這個中攻 中攻武技的這個 也是有朋友有做進場 那最近這些神都不要把他賣掉 那看一下中攻武器吧 底部呢 這裡就是一個 一層 然後上面就是另外一層 那上面這一層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壓力在哪裡吧 看一下這一根的最高點 點過去 可以看到 這個6月1號的高點 是有到11.8 然後 這個6月5號的 就是今天的高點到11.8 所以說這個位置 11.6到10.8 是我目前看的壓力 然後呢 他接下來呢 會不會在這邊橫盤 走一走 就往上走 我不確定 但目前是等待突破 回撤指紋 這個指紋的動作非常重要 是要check 主力到底是看11.6 還是看11.8 所以我不曉得嘛 所以要看主力 突破後 後面的那一根再去做 做考慮 那再來的話 這地方如果跌破 就會到達這個地方了 或者這邊做一個破底翻 然後做破底翻的話 破底翻 那這個地方就有機會往上 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合一有點像 就是說 我們呢 只要有看到一個區間 然後做破底翻的話 其實 後面的行情是可以期待 但 這個期待呢 你能不能夠賺到錢 這件事情 還是一個問號 像這個地方 做破底翻 拉上去 然後這個區間呢 又做一個深度 把這個地方跌破 那可能呢 覺得說絕望了 基本上把它跌破 你可以 我們看圖是說跌破啦 那我們不看圖 看均線也會說 你跌破了什麼季線 跌破黏線 等那種可怕又恐懼的感覺 所以 這邊進行破底翻的 這個位置就相當 我覺得算是真的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 這個位置就是 如果說真的在這個 小小的支撐 做一個破底翻的話 是能夠再往上去進攻的 但 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位置 不會任何興趣 對 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 富士達 那這一檔的話 好像是在 新櫃吧 那新櫃會想要做進場 基本上應該會有什麼 內線消息吧 我記得有朋友 上一次檔要給我 他也是跟我說什麼什麼 什麼內線 什麼的 但我個人覺得 就聽聽就好啦 對 因為他也不會看我影片 所以我就這樣講 那就聽聽就好啦 如果說 當然 像這種 我現在新櫃好像開到 3點吧 那如果說3點呢 剛好到達支撐 那 因為他不能夠當從 所以我是比較驚訝 就是真的有興趣的人 當然就是在最後 最後 接近尾端 接近收盤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地方還不錯 就是我在支撐的位置去做進場 我覺得是合適的 我覺得是合適的 對 那如果是在盤中我覺得算 因為真的不能 不能夠做 當沖的個股 這種上漲跟下跌 其實是蠻恐怖的 我覺得像這個位置 假設呢 你看了好多天 你覺得喔這個天 你是因為你APP 可能只有看到這張圖吧 APP只看到這張圖 然後你就說 欸這邊卡了好幾天 1 2 3 4 5 我看了5天耶 那我第一天做進場 啪 就掉下來 可以跟你覺得說 不冷不冷心 然後這邊 然後就有一點點 可能就卡在這根 就是非常有機會的 那目前看起來 這一檔就是 以我的觀點來看 他這270 257這邊有壓力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有一個 成立一個假突破 那剛好今天上場是上場到壓力 所以整體上來說 就是 這裡到這裡 就預壓了 我就沒有很喜歡 連10%都沒有到 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下一檔 我看一下 美綠 好 讓他圖 整個大亂掉了 應該不是都亂掉 應該是我之前 有去 自己做這個練習 我看一下 這一檔的這個壓力 講真的 真的很不確定耶 我真的很不確定 因為這邊看不太出來 我畫這邊的話 對應這兩根的話 這邊就 就不太看 那目前的話 假設你真的 真的有興趣的話 你也覺得說 這一層是直升的話 那你就把這根地點當 聽算吧 那美綠是 Apple的概念股 沒錯 那最近Apple的概念股 好像真的是有一些 反產機會嗎 我真的不曉得 所以大家自己看看吧 然後他曾經的價格這麼高 那他到底能夠翻到哪邊去 我也是打一個問號 我打一個問號 個人會覺得說 大家上場的話 可能大概卡在99 98這個位置 那其實上場的幅度 不到很大 不到很大 到這裡到這裡吧 8% 8.5% 以我來說 我應該 不會對這一層到這一層有什麼興趣 我反而是 會比較關注他 真的突破的話 到達下一層就是幾塊這個位置 那能不能夠突破 我們能夠突破的話 或許 這邊就萬里無雲了 這邊是打一個底部的一個大 W 然後突破了 那 目前 這個地方看起來確實有機會 那 停水可能是大概抓1.5%吧 那 上場 大家再抓 8.5% 或許是一筆不錯的單 自己考慮看看吧 那前面這邊的高點我就不把他當壓力了 當然他有可能 就卡到這邊 就停住了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那這一檔我沒有到非常確定 自己考慮看看 那成交量有點少 也是我的NG股 不太喜歡的 OK 來看一下這個長龍鋼 那長龍鋼的部分的話 在上週呢 有爆量下跌 然後下踩到這個 下影線 這個點 那現在呢 今天有點小小的上漲 然後還是有一些量去打 還是有一些量去打 所以個人的一個想法是 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你就守住這根低點吧 這根低點如果有跌破的話 就走吧 守住這根低點吧 那我不曉得你進場 如果說你這完美的進場 大概62的話 那這個 低點才61.7 就是很短的一單啦 對那如果說你進場到 明天開平盤 在做進場的話 大概是1點多 對那會不會有機會被打掉 有呢 有機會被打掉 那什麼 遇到這樣的個股要怎麼去 做進場 個人會覺得啦 你要增加勝率的話 肯定是 再有一根K棒 把它給打破 再拉回來 那我剛剛講的是 你真的動沒條 這好想好想買喔 那你也可以接受這一個 有可能被打掉的飛損 這樣子的人 那你去做考慮吧 因為呢 上漲的6月1號 突破了這根 突破了這根的隔壁 跟6月2號報更大量下差 其實理論上 都不會是一件好事情啦 對那 我沒辦法知道說 這一天的交換手 的交換手的人 是誰 閃戶還是主力 這我沒辦法知道 你偷偷看籌碼 如果說你真的對籌碼 非常有研究或許看得出來 但是我們偷偷K棒來看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 在上漲的機率可能變成 假設突破後回撤的話 可能達成60% 70% 這個看法可能是5050吧 可能那種感覺 所以在那時候研究 我自己看很多圖 線圖這樣看起來的話 其實 是有反轉機會 只是說 如果說他是直接收負 直接收到下面 沒有這一根小小的下影線的話 那我覺得就直接不去看 但是他有小小的下影線 那我們看一下他那一天的走勢吧 他是在這邊打到這根T嘛 就是這根漂亮的這根嘛 我們就切成這個吧 我們在上週 上上週一直不斷的講 雖然說現在 今天價格好像也是不太好 像這根嘛 我們常常講的威剛嘛 如果從上禮拜上禮拜講 這這根嘛 這是線級別 那我們看起來 看著這個地方是什麼 一小時 所以說我是說嘛 如果說你想要去做這一筆單 那你就是守這根地點 就這麼簡單 這是一個非常短的單 那會不會被打掉 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 但成功的話或許怎麼就會拉上去 所以說永遠都是用小的虧損 然後看到訊號 目前看到訊號 小10k訊號 再來呢 停順點也明確 他如果跌破可能就會白白 但是因為你跌破之後拉回來 那拉回來的時候呢 切記切記 還是要去勇敢做軍場 只是拉回去60塊以上的話 再以日限級別 然後不要再以這個小10k 這級別去看的話 那 不好意思 那目前的看法 大致上是這樣子 對 反正講得很明確了吧 這個停順點 停順點就已經講出去了 嗯 停順點是沒有講的 但停順點講得很明確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國巨 那國巨一樣 他有點大權值 然後他的走勢其實跟 加密貨幣那邊有點像 只是他在一個區階 一個區階裡面 他很長他的這個支撐壓力 會去做一個 不斷的不斷的互換 所以說 呃不能夠用很 很古板的方式 就是喔我要抓很前面的地方 去做觀察 這樣子 那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吧 應該蠻明確 是今天這根突破 那再來就是挑戰 看他有沒有機會回撤吧 我回撤呢 就把他當指紋 指紋之後就設個低點 當停順 那如果像比較明確的 比較明確的 像是這樣子的空間 欸這根大拉出去 那我們可以把低點射這裡 但是他比較沒有到那麼明確 因為他是直接跳功上漲 所以說這停損你不好抓 不好抓的情況下 你可以抓前面這一根 或者是說你等一下 這一根如果是這樣插針 像這樣插下去 那低 停損放這裡 我那時候停損我真的放這裡 那時候設那個智慧停損單 那這一天其實我有點緊張 小小緊張 還是沒碰到 還是沒碰到 我是上去了 都是這樣子啦 那這邊被打掉 有回看的話 那覺得有興趣就再去考慮 那目前這個國具的話 我們這個下山訓練是最最最最遠的 如果說這個地方 真的來個正式突破的話 漂亮 突破回側 這一根線 然後加上下山訓練 也突破的話 漂亮 那目前呢有點像是 小格局中的支撐 那階層支撐 失敗的話 就有機會再玩家 所以這個點 跟這個點的支撐 那一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突破這個點呢 更加重要 那突破這個點當然也重要啦 因為畢竟價格要上漲 一定要突破某個壓力 一定要帶量 一定要有 因為畢竟這邊盤整了很久 對 所以這地方考慮 那突破這層會更好 價格比較好就會再往上去拉 我再看一下十拳 真的是好多拳 一拳 上拳 十拳 那一拳是往上飛的 那我手上是有上拳 上拳好像是光通拳 那十拳的話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吧 那目前來看的話 這好像上禮拜有講過 那一樣 我們這個點好像跟那個 國具有點像 這個點 是不是有點像 小小的空間裡面啊 我現在講小小呢 我就會想起那個 大陸很紅的那個 幼稚園老師唱這首歌 對 因為 回家的時候我這個 直直呢 也在唱這首歌 幼稚園都在唱這首歌 所以我 小小 我就開始想要唱歌 那種感覺 然後看一下這個目前這個地方 這個大支撐嘛 這個跟剛剛的國具很像 然後目前是小支撐 對 那小支撐呢 這個位置呢 我只能說啦 就是設一個短單吧 我看你要設 我覺得可以設這邊低點嘛 那不然就是 再等待一些 呃 傳線之類的 那我個人覺得 如果說你興趣的話 當然是從這裡做到這裡 但是這裡到這裡 跟這裡到這裡的 真的挺損的 似乎有點不太OK 什麼意思 就是 嗯 這裡的單 跟這裡的單 當然 你覺得說 這一層這個下跌 這個5% 跟上漲這個12% 你覺得1比2OK 那你當然在這邊去做考慮 那再來的話 就是 就不考慮嘛 講那麼多 看自己啊 看自己 因為上去其實滿滿的壓力 我一定不曉得 我們一定不會知道說 這地方到底突不突破這件事情 對啊 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哪邊做煙場 在哪邊做停損 是合理的 是適合的 是一些撐壓轉換 那 再來的話 就不知道了 OK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檔 亞德克 亞德克很久很久沒有分期 看一下吧 之前是一個大的級別 我把這個關掉來看看 OK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們以黃色線為基準的話 可以看到說 他這邊看起來是打到這香區線 然後有點反彈的感覺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之前的姿勢在這裡嘛 然後感覺上已經有一點 OK 那看這一層吧 最最最重要是這一層吧 980 那目前980的這個位置 這邊碰了一次 那最最最低點是974 那這邊呢 在上週 這一次上 上週四 上週四呢 又往下跌 然後最後收盤 收回去981 漂亮的插針 漂亮的插針 然後往下走 然後目前的看法是 這邊有一個下降的格局 我不曉得他們也覺得在砸下來 那有的話呢就一樣 回到大概980熟的967吧 目前的看法 大概就是這樣 我畫一條三次區域線 雖然說我沒有在看三次區域線做單的 我畫一句 OK 那其實這個點有點 三重支撐的感覺 第一重是這個下降局線 第二重是三次區域線 第三重是平行線 所以這個967也有三重支撐線 所以說這邊爆大量 然後收下引線 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目前的看法 就是回撤到這裡吧 然後目前整體來說 還是蠻壓抑的 還是蠻壓抑的 對那 一定要突破下降局 才有機會往上走 就是 行情就是這樣子 再來畫是這一層 短壓吧 短壓 短壓 這樣子吧 真是一個M頭 那目前這一層 這支撐蠻重要的 980這一層真的蠻重要 不能跌破啦 跌破就又落到這個下降局線裡面的話 就又呈現一個下跌的格局 所以980算是我最 我心目中對於這場的 最最最最大級別的支撐 我個人覺得 最like的支撐在這裡 我來看一下這個金居 金居今天終於上漲了 不多 1% 1.9% 然後終於正式突破了 終於正式突破這邊這個區間 那正式突破這個區間 當然就是回射到 有個回射 那就去看吧 那回射的話 看自己 他的回射點到底多低 如果說能夠去有個漂亮的支撐價格 拉上去這邊那有7% 對那 所以說 目前格局我只能講說是 就是 對就是 這層跟這層 就是說 瞎突破這層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一個支撐 我不能再疊過了 因為這層跟這層的支撐是不一樣 這層我把它當作是大的 這層是小的 所以說 大支撐面對小壓力 當然行情要拉出去才有機會 所以大支撐 這層大壓力已經突破 變成大支撐 所以目前能在回撤質問 或許這個CCL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箱區先把它放在哪邊呢 比較合適一點 OK 那放下來的話 其實在這一根 你看喔 這一根就有一點帶量去突破 那突破的點其實在這裡 那也是把它原來區間突破 突破之後回撤 然後我這樣撞 撞 然後這樣我這樣拉 類似這種感覺 但這邊是一個很小的 很小的 W 那這邊就有壓力 所以這一層到這一層其實很難做 因為這個 這個空間真的太小了 你也沒辦法知道說 他會拉到這邊 然後就綁下來 對那這盈灰比就不好 所以目前看這一層 這個低點到這個 還比較有一個空間感的感覺 那今天的這個第二部影片就到這裡 對那待會再錄製第三部版片 好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